為了要紀念那個年代 礦工對台灣經濟的貢獻 我願意把房子交付公益信託 優先作為礦工生活紀念館 最近我家的老房子受到藍白攻擊 也引起社會的關注 其實礦區的房子牽涉到台灣礦業發展 歷史留下來的礦工住宅 以及礦工後代安居的問題 合理的解決才是正道啊 不是在多年後只做到認定 既存違建拍照存檔就當作解決 因為礦區內的每一個房子都沒有特權 只有滿屋子的辛酸 這些房子都在區域計劃法施行前 就已經合法存在 礦權廢止後政府並沒有妥善處理 他們的居住權無法可申請 連久施修 自行修建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這些房子應該是既存建築 和都市計劃內有法可遵行的 違建概念不同 應該要獲得合理的解決 最近我看到礦區內 鄉親擔心安身立命的房子被視為違建 也擔心被拆除 我感到過意不去 我有責任來協助大家 找出一條道路保障大家的居住權益 在礦區的居住權獲得保障之後 為了要紀念那個年代礦工退台灣經濟的貢獻 我願意把房子交付公益信託 優先作為礦工生活紀念館 侯市長你的大群館 現在的凱賢院 遊走在法律邊緣竟然申請99個門號 企圖逃漏稅 還向學生收起高價租金 你卻在這裡大談 你如何照顧年輕人的居住權 你願不願意把大群館交付公益信託 跟我一樣 免費提供給弱勢學生來居住 客市長你投資農地來草地獲取暴利 將農地批建為停車場來非法收取租金 你願不願意跟我一樣 把這塊農地也交付公益信託 免費提供社區作為公益使用 我向來堅強不畏艱難 我也是一個感性的人 常常被人事物所感動 但是我對國家土地人民的信心 信念跟感情永遠都不會變 謝謝大家